第十二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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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二季第七集 第十二季第七集 第七集 德哥上次上星期不在 五個星期又回來了 其實我上星期在拍照 我就走了 大人物是這樣 拍照就走了 我都不想 好,很久沒有介紹過車仔 一開始播放 今次是介紹Airata 今次他推出了一堆 正常版和下定版 主要都是Nexus LC500 即是這裏五架 全部都是同一個車款 第十二季 59和60 還有61 三個 可以放哪裏 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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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放哪裏 幾兆東西 真的幾兆東西 是啊 幾十元 很厲害 合金, 車門可以開 巡迷 車門可以開 可以開 可以開 可以 可以 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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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xus LC500 這裏 很坦白說 他一定出得盡 因為本身 說回靈智 有類似GT型的車 不多 你見到這部車的實物 其實你見到它的線條 一定會愛上 好有型 雖然 好坦白說 每一間廠都有類似的車 亦都證明本身 我相信GT系的車 在男人的心目中 那種線條 基本上已經固定了 這裏 因為我對車入 不算很熟 我想問GT的款式 是頭大尾小的 因為這部車 第一個感感就是 車頭很大 但這部車尾 就反而是 會輕微的 等於這裏 就是GT的款式 不是 不是 怎樣都好 其實我幾期待 我們兩個人再加上Derek 應該會更多花神玩的 這個 快為人 父 的Derek 怎麼會不 是不是 開心 好 我們等了朋友開心 之後 繼續說回車仔 好 你那邊先玩吧 好 我想這一個 就是我們的59號 這個是Special Edition 這是Special Edition 鏡頭 鏡頭 Peryl Right Special Edition Peryl White 珍珠白色 好 給觀眾看看 我想這一個 也是 因為其實 我見到 他自己介紹他的網站 這一架好像是 他們比較 這個色水 是他們這個 最基本 這個車盤最基本的 一個顏色 我想也是 所以 是否出街見到 通修街這一架 沒錯 所以 ERR-Car 也是選了他 零零四個號碼 都不同 就是59號 之後就是60號和61號 這樣 好 給觀眾看看 剛才所說 車門 是可以開的 那 可以嗎 放 OK了 這個位置 車頭蓋也可以開 可以 我問一下這個引擎是什麼 德哥 你有沒有夾一夾 對 看看 這個引擎好像是V8 V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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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8引擎 那個輪胎 也是一個 很厲害的燈品 衰鬼 真是 挺漂亮 你可不可以送到那個 開了那個 引擎的位置 給大家看 那我先拿去 你先拿去 哦 這個是21吋的 輪胎 亦都有一些 L-shaped的 尾燈 三角形的 大燈 不過是的 其實它的燈位 這個是LASSX 其實它那個燈位 前面的車頭燈的位 是向下 這個很有型 我覺得 一個L字 一個三角形 裡面都有輕微的上色 那個引擎位 那麼 車尾啊 車頭啊 這些就一定是 有齊了 那麼也都有那個 車牌位 也都是寫著LASSX 等一下 好啊 你不要動 那我追著 可以 OK 剛才就跟大家說過 這個 這個車頭燈這個位 是相當之不錯的 好 行不行 看到了 好 其實我有點擔心 這個其實就跟Share沒有 你側門你是用什麼方法開的 我剛才都說就敢用手指尿的 我不夠膽用 刀後鏡 也有 不過真的 其實 都十正的 不需要太擔心 因為本身 它那個 一體鑄成的 所以變成是OK的 在下面這裏 再說一次 你的手指夾應該要刮花和門 其實不能選擇 應該用刀後鏡 因為刀後鏡是金屬件 是黏住了門 所以應該不會很容易 它有個別款 比較大 剛才有人刮到 以下就刮不到 不好意思 好 好了 這架 我們剛才說了 59號 就是基本的 珍珠白色 之後到德哥手指這個 是的 基本上你叫得這個GT型號 即是豪華 旅行車 我這樣說 本身它的設計 都會是非常之 型之餘 都會有一種很高格調的感覺 什麼叫高格調 就是你們自己去想 看到這個黃色 亦都是特別版 當然 你問我 其實一般的車 黃色是很難carry 是很難的 你可以看回本身 其實我看不到鏡頭 有時間延期 所以看不到 可以看到其實 本身的造型基本上是一樣的 顏色其實真的 就是我想 坦白說 你不是一些死忠粉絲 你真的選擇 哪一款的colour 你是喜歡的 就入手 那麼 旁邊已經去到這個 綠色 我又循例轉一個圈 給大家看 好啊 這隻綠色 其實黃色也有 不過好像沒有那麼明顯 但這個綠色 好像有點 閃粉 閃粉的效果 這個就比較出一點 德哥 沒錯 其實車頭靈置的標誌 車頭燈 都是用了透明件的 嗯 好 非常好 非常好 因為你認住這裡 好啊 可以 綠色這一隻 我覺得如果追求金屬感 這一架綠色 我覺得是暫時 我們介紹了這三架車之中 是它最有那個 那個 拋光啊 那個 金屬感 感覺 是 對 另外其實 這架 我先跳一跳 一架 對 它本身最大的分別是 車輪 你會看到 黑洞 它和其他的 LC500 是有些出入的 咦 對 對 所以其實大家 depends on 個人喜好 可以選擇 適當的款式 當然 你可能 車房有幾架 不同顏色的 那你就買 用來襯衣 對 就跟你一樣 你喜歡到 其實穿什麼衣服 你開哪一架車 買哪一架 ERROR CAR 我就買這些ERROR CAR 就買這些ERROR CAR 這架其實黑色 都挺有影 因為可以很特別 其實每一架車 上面這個位 都有一條銀色的邊 這一架黑色 就零射顯眼了 好 那就介紹最後一架 不是 這架有點特別 原來這架是有一個 定峰翼的 這架是零射射黑色 因為其他那三架 是沒有這個定峰翼的 這架就有了 接著就最後 這架最特別 不要說特別 本身就是地通拿 如果大家有看開賽事 Safety car 就是這架LC500 地通拿 Let's go away Let's go away 看見它的連結 那個桃紅色 是非常搶眼的 嘩 好蕉積 好蕉積 這架就定是電到桃紅 對嗎 對 很漂亮 這個連結 令到一個點 當然當然是 它的車的 Weathertech240 那個拉花 嗯 就是這裡 車門也有 車頭蓋也有 車尾也有 很 presenter 是寫明 零字 一定是狠狠地幫自己 賣廣告 對 車頭也有 車頂那個 這個不是指示燈 你看的是那些燈板 OK 我不肯定 當然了 價錢其實是OK的 不過 都少少意見 其實本身ERROR CAR它出很多很精彩的車 不過都想看 特別在這個QC方面 真的可能要花多一點時間 因為不要介意 本身的確好像抽大彈 有時會在一些明顯的位置會見到一些凹凸 所以變成這個系列 或者其他產品的車其實很精彩 不要因為這些小小的瑕疵影響到 希望廠方也幫幫忙留意一下 玩家的福氣來的 那是不是都是在那些大的車的店裡購買的 沒錯 7 有沒有 7 沒有似沒什麼 20招 那去到那些大的車仔店購買吧 沒錯 今集玩車仔玩到這裡 我們在等你回來 Derek 拜拜 一會見囉